大家好,到了5月份之后 茶花它的春梢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状态了 在这时候我们就要给它做两件事情 这个茶花它到6月份左右就能够顺利的孕育花苞 花苞也能够顺利的同打 到了冬季就能够顺利的开花 到底是哪两个步骤呢 第一个就是给它松土 我们养茶花大多数都是需要两年左右给它换盆一次的 如果一年换一次就容易导致茶花没有这个空隙去生长 用了一年之后这个盆土肯定会有一定程度上的硬结 我们就要给它松土 其实松土也不复杂 直接用一个小铲子或者是一个小耙子来给它产松这个土壤就可以了 这个土壤的表面一定要足够的疏松透气 避免它出现这个积水或者是硬结的问题 给它松一下土对于茶花生长是特别有利的 第二个就是要给它补肥 现在补肥就要有针对性一些不要再给它使用过多的化合肥料 最好是使用一些能够让这个盆土继续变得更疏松的一些肥料就最合适 给它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 或者是直接给它使用一些蚯蚓份或者是农家肥的一种 千万不要再给它使用一些化合性的肥料 用这种菌剂它里面还含有一定的有益菌群能够分解这个盆土 而且它里面所使用的原材料都是一些骨粉菜籽饼芝麻饼之类的 撒到这个花盆里面再给它拌均匀 那么这个盆土被这些微生物再次分解就可以变得更加疏松透气 5月份养茶花一切都要以它6月份长花苞做准备为基准原则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来看看 谢谢观看